在这个位置拍 首先第一个会拍到我们的影子 这边的曝光非常不适合 这个轮胎颜色非常的鲜艳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大人会怎样拍呢 这样一拍显得很普通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圆形 做一个框架扣图 我们蹲下来让小朋友在对面去 我们拍一张看一下什么效果 在这个位置拍 首先第一个会拍到我们的影子 你看完全在这个蓝色的轮胎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曝光非常不适合 所以说我们要调整一个角度 换一下角度 我们到这一边来 我们的小朋友到对面去 彤彤来我们躲猫猫 你到那边去好不好 当我们换到这个逆光位的时候 先试拍一张 此时轮胎没有过报 也不会拍到自己的影子 小朋友脸色的光线也很均匀 现在把手机横置用拍照模式 镜头切换为超广角 你看轮胎有没有你手宽 抓着这两边 有没有你手宽 现在我们可以和小朋友互动 然后随机的抓拍 伸个手给我 哇 爬过来 爬过来看我 快就让你看我 就让你看我 就让你看我 哇 哇 哇 主要色的日落 注墨在海平的线 夜色慢慢展开 露出星光点点 就让我看我